准备 青川心鼓勇 今天是主流 每位哪里找 尋找金門戰地傳奇的KZ步步 在上集中探訪了鋼刀達人吳師傅 高粱牛牧場薛經理 也參觀高粱酒場的作業情形 這櫃啊除了酸中傳奇 唐先生的酸白菜秘籍之外 還有更多金門傳奇 要帶觀眾朋友一起去探訪哦 傳說這金門高粱酸白菜 本是大陸東北普家酒 女眷們的私房秘方 細菁由一位老市館長 浦先生傳入 高粱酸白菜到底有什麼樣的魅力 跟著KZ走就對了 好 先生 你好 你好 你就是金門高粱酸白菜的專家 不是專家 只是比較經驗久一點而已 我們從台灣來 就要跟你學哦 聽說很有名哦 來來來 不過我很好奇哦 就是說為什麼金門高粱酸白菜這麼有名啊 金門高粱酸白菜就是跟東北的氣候一樣 金門的氣候跟東北的氣候一樣 比較冷 我們都是用傳統的東北普家酒 酒方的九件四房菜來做法來做 為什麼一定要用這個金門的白菜來做酸白菜 因為金門的白菜跟東北的白菜耐寒 經過這個冬天的冷啊 寒冷的脆煉哦 所以比較香哦 金得起風寒啊 所以他我發現他的 他的哽也比較厚耶 哽也厚 對 所以很適合做酸白菜 對 所以比較脆 對 而且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加了金門高粱酒嗎 高粱酒糟 結果這是高粱酒糟 這個白菜啊 我們都是去做農營 然後種植好了以後 運到我們的產銷班來 我們產銷班呢 要經過衣館上的尾雕 尾雕以後 第二天我們把它 那光粱鱗鱗就把它補開 補開以後 還要整個 然後鹽水的洗地 要洗乾淨一點 因為那個 我們農產裡面 都是有蜘蛛絲嘛 蜘蛛的絲啊 所以我們用了個鹽水洗一洗 比較安全啊 也可以殺菌 再來呢 再來現在 我這個瀝乾以後 我們就開始研製 那醃製的就是加了什麼 加了什麼材料 就是鹽跟酒糟 哦 那是像一層一層嗎 怎麼放 對的 就是一層一層一層 現在鹽已經下了嘛 對 鹽下了 不不不不 要稍等下 要先改酒糟 要再酒糟 我們叫酒糟 這酒糟 這酒糟要買的嗎 酒糟現在 我們現在有 開放自由去買 可以 也有方向的哦 是不是這樣 都可以都可以 只要來過正常 正常來過 往上 朝上 朝上 然後再一層鹽巴 對對對 現在要把這一層鹽巴 那 唐大哥 為什麼要用這種缸來 醃這個三百層 因為它這一種是 里面有拿過毛細孔吧 會透氣 因為我在台北看市場賣 都是放 塑膠筒 塑膠它是比較悶 味道又不一樣 所以它有毛細孔 它會透氣 就比較不會 好像有氧氣 它就不會 吸到這樣子 因為我們都是 我們主要是產生 這個酒糟下去 產生乳酸菌 嗯 那你這樣子 醃下去 要幾天 要幾天 要21天 3度到6度的時候 那就要28天 哦 比較乾的是嗎 無量的時間就 一年裡面什麼時段 最適合醃 10月 10月 11 12 12 12 3 就是這幾個 那我怎麼知道它是好的酸白菜 我給附近你來看這邊 好 哇哦 好香哦 誒 譚大哥 醬汁已經21天了 對對對 已經21天標準了 那我怎麼知道它是好的 標準了 你要看上面這一層 整個是乳酸菌 活性的乳酸菌 白白的 所以如果它是黑色就不行 那不行 黑色就不行 有別的顏色它就壞掉了 哇 轉一圈 轉一圈 很美的 要先品嘗好不好 什麼 現在會洗 不可以洗 哇 我先品嘗 事業 可以事業 看看味道會不會對 我怎麼知道 香 香給我 酸香 有酸有香就好 什麼情況有香有什麼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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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地啊 聽說酸白菜的腌汁 早期啊 是放在坑道裡的 誒 說到坑道 這又是金門的另外一個傳奇 我現在就帶你去參觀 金門的獨有傳奇之一 戰備坑道 戰備時期啊 這些坑道肩負著重責大任 不只運捕民生物資 同時啊 也補給軍事用品 彈藥等 金門的地質大部分為花岡岩 所以坑道的開鑿啊 極為費工 不由得令人肅然起敬哦 媽咪 我聽說金門的坑道四通八達 嗯 到現在有些地區還軍管哦 哦 那現在坑道已經開放光光了 你趕快帶我們去看啊 對 這個就是宅山坑道 等一下你今天就會surprise啊 趕快進 我又忘記它 勿忘再舉 勿忘再舉 耶 雄座 威武 嚴肅 鋼匙 哇 哦 哦 要帶這個嗎 怎樣 會垮下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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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大哦 你看 這什麼做的啊 對 你看 哇 哇 到底誰挖的啊 你看那麼大 挖那麼大 怎麼那麼長 爹地 你這個坑道好壯觀哦 到底怎麼來的啊 對啊 我認識一個導覽員 他不但是金門人 也是軍官退伍 他還解釋這坑道歷史 最合適了 你看他在這邊等我們了 快點 哇 走在這裡充滿了驚奇耶 請問一下 到底這個坑道是怎麼樣形成的 哦 過去因為國共作戰啊 那個很經常炮來炮去的 嗯 然後我們船團如果來應補的話 他中共呢就要簽沒我們的船團 所以當時呢就想到說 如果把大船呢 停在中共的炮彈射程以外 然後用小船 然後從船上呢把貨物呢 那個彈藥 那個糧食等等搬上船 然後再印到坑道裡面來 然後再用車呢 從這邊呢把它接駁出去 哦 這樣呢就不會避免遭受中共炮火的危害 哦 是 那這個幾年前蓋了 哦 這大概是在民國52年 一直蓋到55年 大概前後經過三年的時間 哇 三年多年 其實我看這個石頭應該就是花崗岩吧 是 那硬度不是很高嗎 是 這種就是花崗岩 是金門的特產 它這種花崗岩呢 它的硬度呢達到7.5 如果鑽石石的話它7.5 大理石只有2.5 你可以想像說它硬度是很高 所以在施工上面是相當困難 所以在那個年代 到底要怎麼樣去把這坑道完成的呢 阿兵哥是用空壓機先鑽孔 然後把炸藥呢埋進去 然後輪到 然後載到外面呢 用那個打火手呢 把它引爆 引爆以後呢 它就是變成 就是一吋一吋 這樣慢慢慢慢炸了 然後炸下來以後呢 等那個鞍錢了以後 然後人員進來呢 再用能力把這石頭呢 那個抬出去 或者是端出去 用那個扁蛋 用那個本機 然後這樣拿出去 但是那個炸完啊 裡面是淹塵瀰漫的 為了搶時間 根本不等那灰塵掉落 就開始來清了 可是如果有時候運氣不好呢 清到有未爆的炸彈 就引爆了 哎呦 就犧牲了 甚至於呢 有的石頭呢 因為那個炸藥炸後以後呢 鬆動了 原來沒有掉下來 可是他們的炸彈 今天在青石頭的時候 可能呢 就造成肉潭 就被壓死了 所以當時他做這個呢 犧牲了蠻多的 年輕的生命 那開放觀光之後 對那些外來災外人 他們有沒有什麼一些想法 那你有什麼想法呢 我身為經文的後代 我覺得沒有我們的祖先也沒有我們 以前他們要捍衛台灣要犧牲那麼大 真的很佩服耶 是 你有什麼想法呢 哇 我已經感動到想要掉的 這些說不出話了 因為我覺得 站在這邊就有一種感受到當初 那可以想像那樣的時候下 要完成這件事是非常困難的 那我碰到了觀光客啊 他的 他一個手法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他是說 過去戰爭留下來的遺跡 現在變成了觀光的一個聖地 這也是一個和平的用途 蠻有意義的 讓我們深深體會到 因為平時潛不為戰時的人 和平 無價 戰爭 很可怕 伯母啊 參觀完坑道之後 我真的對這些建造的人很佩服耶 對 我們向那些犧牲奉獻人 獻上最高的敬意 最高的敬意 你手上怎麼有東西 這可是以前皇帝才能吃到的零食耶 我看一下 你要不要吃掉 你又不是皇帝 好可怕 貢糖證明來源有二 一說是他城市民間用來朝聖的玉扇奉品 因此冠上貢字 另一則則是說貢糖在製作過程中 必須仰賴人力垂打 以求糖質綿密細緻 明蘭人稱之為貢 而貢糖其實就是花生漢糖 冠上貢字之後 就從平民的甜點 要生成為以前皇帝的零食 觀眾朋友 您或許不知道金門貢糖流傳可有百年歷史囉 老闆你好 為什麼金門的貢糖這麼有名 什麼時候開始有名 那金門貢糖是因為處於閩南地區這個區塊 所以它生產的閩南花生 油脂各方面的一個材質都非常好 所以做出來的貢糖非常香非常好吃 那它主要的原材是什麼 對啊 因為你剛剛講花生很重要 要挑選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特別的東西 在花生挑選以外 它必須要保存花生的一個新鮮度 再加上你的製造過程裡面 你必須要扎扎實實的 從一到七的一個步驟 就是從以前是用敲擊的 以前是用敲的 可是它的麥芽不好敲 對 那那個是要靠手工的技術問題 那因為我們後來把它改良到 用機器來製作 那製作的過程跟敲擊的部分 是雷同的 所以它的層次問題 就是技術在我們店裡面 能夠把它變化出來的一個好產品 那你可不可以從一到七 出來給我們聽 我們好好吃 那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你聖鹹花生之後 你要炒花生 花生炒熟之後冷卻脫模 脫模之後 再到鍋裡面煮糖 煮糖 熬煮完畢之後再攪拌 攪拌之後再到桌子上面 做碾壓的動作 碾壓的動作 碾壓的層數也是一個大問題 那第六個就是要拉 拉的話它的層次就比較細膩 你看影這樣子一個做法 然後七就是切 切切 切它用手 等於是米達齒的量法切塊 看出來很簡單 切起來很不容易 我爸爸每次從金門 帶回新加坡的貢糖 它的賣量好像比較多 那你們的貢糖有什麼差別 這個就是材質 我們要扎實的一個產品 把它品質做好 它的鹽霧料要非常的 比例要高 這個才是好的材料 那做出來的貢糖就不會很甜 也不會很膩 香酥可口 非常好吃 所以裡面的花生包多一點會更脆 更酥香 更酥香 要有花生味 對 香濃 以前我不懂 我以為爸爸帶回來那個是最好吃 就是QQ的 那個就是所謂的麥芽跟糖的比例太高了 太高了 做出來的那個糖的品質就不好 那你要花生比例高 這個貢糖才是好的 那這個貢糖還有一個怎麼吃法 除了配茶 這樣還可以怎麼吃法 對 金門 金門 早期啊 這樣這個清雲時節 它會有做潤餅 吃潤餅 對 那這個切片 那這個切片裡面 你只要加一點我們的貢糖 把它捏碎 包在裡面 吃出來的口感 更好吃 這是 這個切片皮 也可以做 還有一個就是 平常我們吃的 早餐 饅頭 油條 夾在一起 那個味道更好吃 這是中國的三明治 是 哦 那你們這邊叫什麼 我們叫 厚卡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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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不但要用力 捏壓還要有一雙巧手 才能做出好吃的貢糖 雖然Kevin手忙腳亂 不過還算呵護師父的標準啊 那我們就去享用貢糖囉 哇 哇 好累哦 要做好吃的貢糖 真的不簡單耶 是啊 吃貢糖要付出代價的 哎 哎 我們有沒有一個教堂呢 對呀 在這地方有教會 哎 我們去看看 好 走 好 好 我們來進門發現 因為這裡有蠻多傳統的藝術 那教會還矚立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現在你們來務會有沒有碰到一些什麼 特別注意感 哦 有啊 因為這裡的傳統非常的重 所以 那 特別是那個 禁 祭祖的觀念 所以要引他來教會 有時候還是有一些困難 那我們現階段就是從 比較年輕化的這一輩左手 他們的心比較柔軟 比較可以跟他們 邀請他們來走入教會 一起跟我們一起活動 這樣很好 因為像從年輕人身上 還有在離家上 有人先讓他們得到安慰 再去影響他們長輩就是了 對 沙門教會是金門第一所教會 歷經戰獲依舊盟主保守 屹立不搖 另外一間啊 超過一百年的教會 這是在京城的金門教會 這回GooTV很開心 第一次將KC的艾艷 延展到金門離島 爹地 這次來金門的傳奇之旅呢 讓你最驚訝的是什麼 哇 這一次來採訪的金門高粱 原來它的高粱紅麴啊 我現在知道那麼多好處 對 可以醃酸白菜 是 酸中傳奇 對它的層次就不是死酸 就很有層次的酸 然後最重要我們今天這邊有一塊 金門高粱牛啊 哇 養出來的這個高粱牛 對 它吃的就是這個紅麴啊 所以它的那個更甜 顏色更美 還有呢 還有 你說吧 哎呀 不光是這樣子 我們這次來呢 在傳奇當中 你看這個金門是有很多風濕也 對 可是在這邊呢 樹立了呢 教會 而且我們參觀的都是百年教會 我們現在所在地呢 就已經有一百多年的金門基督教教會喔 對 對喔 你看現場 李牧師有這麼多的會友呢 已經慕名而來 嗨 李牧師好 師母好 好 今天我們最重要喔 也是要學健康喔 嗯 OK 所以呢 所以今天這個金門高粱牛 等一下你們嘗嘗看才知道 哇 金門高粱牛是那麼好吃 好 OK 我們先來做一道好湯 那我們這邊呢 把這個鍋子熱到 水豬快跑 OK 那我要來乾爆 那為什麼要乾爆這個肉 這個肉要乾爆 你知道嗎 他們都是因為我們的忠實觀眾 一定要現場看一次才知道 為什麼要乾爆啊 對 為什麼要乾爆 很簡單喔 你就把它貼進去 Just dip onto the pa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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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like that 就這樣喔 然後你會聞到牛腥味 OK 雖然金門的牛很好 可是還是會有牛腥味 所以你這樣子乾爆 You can eliminate the meaty taste You can force out the fat and then you fragrance the meat OK Then you can fill up the pores and you retain the nutrients and then you see the meat 哇 它 expand 會膨起來 剛剛那一段只有字幕會翻譯 好 OK OK 那我們這邊給它乾爆 乾爆到金黃色 雖然煮湯喔 我們還是要讓這個牛腥味 B掉 然後把表面的一些脂肪 封住 好 你會看到喔 有沒有油 把油逼出來 哇 OK You can see the fat 你看 OK 我們這個先來把它翻面 哇 OK 把它放下去 然後再給它乾爆 所以我們只要加蒜頭 整桌的蒜頭把它刷乾淨 把它外面修剪乾淨 然後加湯 加水去燉 可是很多人燉湯通常會用很多水來燉 是 所以湯甜肉不甜 OK 所以我今天用的水只要淹過去 所以今天我的肉比較大板 我就用這個鍋 然後蒜頭 蒜頭大顆 很簡單 這麼簡單 然後這個肉骨茶包先不加 因為它有鹹度有辣度 我們給它燉了半個小時以後呢 我們再來加這個肉骨茶包 它會熟得更快 哇 半個小時後 我們來看這個牛肉 哇 好香 你看這個牛肉 要給它燉到蓬蓬整半 都不要先切 等到熟才來切 然後我們半個小時後再加這個肉骨茶包 那這個肉就比較好熟 可是千萬不要過熟 過熟它就澀了 就不好吃 剛好熟它最嫩的狀態 好 吃了你們才知道金門牛是多好吃 好 那這個 梁金牧場老闆呢 除了提供好的優質牛肉以外呢 他們也有提供一些半成品 這次呢 他就送我們一包 因為知道我們要來教會啊 煮給大家吃啊 對 就送我們一包他們的 紅燒 紅燒牛肉湯 對 那有些時候 我們要把這樣的一個半成品 變成比較不一樣 健康化怎麼辦 那當然我們就要來一個 傳奇之一 對 酸白菜 我們剛才是把酸白菜跟這個結合 很多人就是一鍋它 什麼菜啊 料啊 通通放進去 OK 但是呢 有一點不一樣 你來做吧 那這些酸白菜把它洗一洗 把它擠乾 OK 然後我們先乾爆 不要切太小 就是大概一切為二就好了 OK 好 然後呢 我發現金門的豆腐 有點像新加坡的島瓜 所以我就是加了島瓜 讓它健康加快 所以我們這一鍋湯裡面 我們要加酸白菜也要加島瓜 對 其實是金門的豆腐 要把豆腐煎一下 這個你放在湯裡面 它比較不會散掉 所以油不用多 一點點就好了 OK 那我加在這一邊就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這一邊要乾爆這個酸菜 醃漬的東西 有時你把它不要加油這樣乾爆 它比較能 比較把一些像醃漬的酸菜類 還有一些裡面的一些酸腥味 然後剛才把它先去掉 好 那這樣會更香 就要乾扁 對 好 那我們把這個豆腐先煎 OK 煎金黃色會比較香 然後我們再來加這個紅燒的牛肉 我們先給它煎個兩分鐘 OK 等一下 最後再加進去 很棒 所以現在我們講營養烹調 盡量不要只是吃這個牛 雖然牛好吃 金門的牛好吃 我們要多加一些蔬菜 OK 這個筍 然後我們又可以加這個菇 OK 美白菇 美白菇 雖然煮湯也讓它金黃色 OK 好 那這個酸菜已經乾爆了 乾爆的會很香 OK 好 然後我們現在就把這個湯 搶進去 哇 好健康喔 好 這樣子 你看它的肉感很嫩 我們給其中一個老外式吃好了 這香噴噴的牛肉料理啊 真是讓人垂顏三尺啊 這香噴噴的牛肉料理啊 這香噴噴的牛肉料理啊 金門教會的弟兄姐妹啊 真是有口福耶 什麼是幸福呢 你看看他們的表情就知道咯 哇 好期待再一次的相聚 我們啊 下回見咯 等一下 好可愛 對 我們不 think 前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